我们现在开始跟各位介绍 所谓的直角坐标的张量 我们这边讲直角坐标的张量 指的是这一面的有些观念是限于 线性直角坐标的 那至于如果说是碰到圆柱坐标 前面坐标的其他一些呢 我们第六小节目跟各位谈一下 我们这边就跟各位讲 线性直角坐标的张量 好 我们先讲跟各位说一下 先回顾一下什么是向量 我们一开始上课就跟各位讲过 所谓的向量是一个有物理方向的 有方向的具有大小跟方向的物理量 可这不是唯一的定义 而且这个物理量的加法要符合 平行四边形的加法定律 我们跟各位讲过 它事实上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这个物理量要有方向 第二个这个物理量的加法要符合 平行四边形的加法定律 也就是说它们要可交换 那是向量的一个额外条件 所谓的向量的额外条件 OK 像rotation就严格说起来不是向量 那我们这边呢 也是一样 张量呢 它也有两个定义 如果有一个物体 它是一个n阶张量 nth order n阶张量 我们直接用数据来说 比如说有一个物理量 它是一个三阶的张量 就代表说这个物理量里面 包含了三的n次方的实体 三的n次方的实体 三阶张量 请各位注意一下 我这边讲的 我强调是nfree subscript nfree subscript 这意思是什么 所谓的福利指的就是 那个没有指定的 unspecified的 也就是说 我如果写 a i j k 这是一个三阶张量 记住 这边有四个下标 可是我这个指定了 所以这是一个有四个下标的符号 但是这还是三阶张量 因为这已经被指定了 这意思就像我们讲什么呢 我如果写的是a sub i 这是一个向量 可是如果我把这个指定了 变成a1 这个就成了一个纯量 这就代表向量的第一个分量 所以我们说是几阶的张量 基本上指的是 free的index 没有指定的下标 如果有一个物体 有一个物理量 它需要三个下标 也就要需要三组坐标系统 来描述它 我们就说这是一个三阶的张量 我再讲讲 如果有一个坐标系统 需要三组坐标系统来描述它 我们就可以说它是一个三阶的张量 但是并不只是如此 就像不是说 向量就是要一个坐标系统来描述嘛 这个所谓的向量有方向 但是呢 前面这一段不是唯一的 不是唯一的条件 就是说如果有一个物理量 需要三个坐标系统来描述它 并不是完全代表它就是三阶的张量 同时它要满足这个坐标转换式 也就是说 这个新的向量 A的IJK 比如说这是旧的坐标分量 必须等于 因为它有三个下标 我们这边叫有三个浪达 然后这是旧的 所以我写在后面 所以我写在后面 IJK 然后这边LMN写在前面 这是A plus L M N 或者是反过来 如果我写的是A的IJK plus 那就是等于浪达 因为这是新的 所以我写在每个下标的第一个 然后L M N 这就是A的L M N 也就是说 你必须要证明 这个物理量 它在坐标转换的时候 满足这个形式 那我们就可以说 这个物理量 叫做三阶张量 这个就是张量的定义 也就是张量也是要满足两个定义 第一个 它也是要有方向的量 但是我们比向量更广 它不只是用一组坐标系统描述 它可以用好几组 有需要几组坐标系统来描述 我们就说它是几阶的张量 但是这个物理 你同时要证明 这个物理量 满足这个转换式 等一下会不会给各位证明看 以硬力来讲 我们会先告诉各位硬力的定义 然后依照这个硬力的定义 我们可以证明 第二我们是用证明的 我们证明硬力的坐标转换 我们会证明硬力的定义 然后证明硬力的坐标转换满足这个结果 所以我们说硬力是属于张量 因为硬力是属于张量 所以我们从第一小节到第四小节所交的张量的运算 可以适用于硬力的运算 我再讲到并不是任何一个用需要好几个物理方向来描述的量 都一定叫做张量 向量就是张量的一种 但是我们已经刚刚讲了 Rotation不是向量 当然它也不是张量 因为Rotation也不会满足这种坐标转换 这下面两个就对应我这个 我这边写的是尖 我在白板上写的就是比加 SpaceFight 假设是N等于3 这就是所谓的几节张量 所以假定 我再讲到某一个物理量 如果需要N组坐标系统来描述 而且在正交坐标转换说满足这个式子 我们就说这个物理量是张量 所以它有这个条件 任何的一个需要方跟方向有关的物理量 你都要很明确的证明它满足这个式子 它才能是张量 我在想为什么要证明它是张量 因为它是张量 从我们第一小节到第四小节 所讲的那种运算模式才能适用 这个有两个互相的 好消息是什么呢 这两个式子是互换的 如果你证明一个物理量满足第一式 它一定满足第二式 反过来讲 你证明一个物理量满足第二式 它一定满足第一式 这个是好消息 这个是好消息 因为你不要证明两遍 你只要证明一次 那我们这边用一个二阶的 也就是等于讲的 如果你满足这个式 你一定满足右边这个式 这是二阶的 那我们这边说 Proof是 omitted 其实这个Proof非常简单 你们自己可以回去试一下 我来 我看看它第一个 我们这边给各位说明一下 这很简单 它是用PQ 这只要两三行就可以证明了 可是会有满足这个条件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它们是正交转换 不是正交转换 不会满足 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是正交转换 所以证明第一式 它就会有第二式 比如我讲的AIJ Plus 本来是这个式子 好 我现在再次是等号左右两边 再多层上两个浪打 我等号左右两边各乘三个 浪打I L 浪打IJ 那你们现在仔细看 这边有个浪打I L 有个浪打I P 依照我们刚刚说正交转换的定律 这个就等于L P 这有一个浪打J M 有个浪打J Q 就等于德塔的M Q 然后这是A的P Q 那这个P一样 我可以把它换成L 这个Q要换成M 所以这个就等于A的L M 那这个不就是等号 就是另外一边的算法 我可以从这个A Plan 换算成A 因此这两个式子 是相通的 你证明一个就等于证明的第二个 这个证明很简单 我们就证明跟各位说一下好了 好 我们现在再继续我们刚刚的 我们就已经告诉各位了 所谓一个物理量 如果能够叫做张量 除了代表说它需要具有 一个以上的 那个坐标系统来描述它 也就是具有方向性以外 同时呢 这个物理量在做正交坐标转换的时候 必须要满足某种特殊的转换模式 而这种特殊的转换模式 是相对的 那就像我们讲的 向量 需要几续坐标系统来描述 它就叫几阶的张量 好 需要几续坐标系统来描述 它就代表几阶的张量 那向量只需要一个坐标系统来描述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一阶的张量 纯量呢 因为它不需要坐标系统来描述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零阶的张量 那我们后面会证明 像应力应变 就等于需要两组坐标系统 所以它就代表二阶的张量 那我们在这个课里面 绝大部分我们用到的都是零阶 一阶二阶的张量 到时候你们会看到 在第四章的时候 会出现一个四阶的 本身会出现一个四阶的张量 好 我们在前面第二阶 跟各位介绍了 Chronic Delta 跟Alternative Symbol 我们这边就很简单的证明一下 Chronic Delta 它是一个二阶张量 所谓是二阶张量 第一点它需要两组坐标系统来描述 这个没有问题 Delta I接有两个下标 另外的 我们这边很简单的证明给各位看 它同时满足 我们刚刚讲的那种坐标转换的 本身那个坐标转换的方式 我们这边看 你们看荧幕 我们就说Delta I接 我们这边看Delta PQ 依照定义就等于E sub P DOT E sub Q 记得EPQ 就是我们直角坐标系统的单位 单位向量 然后呢 我们前面又知道 依据坐标转换 E sub P 我们这边是Delta 我们这边是讲Delta PQ Plan 我们先考虑在转换 过以后的坐标系统的 这个Chronic Delta Delta E的PQ Plan 等于EP Plan 等于EP Plan DOT EQ Plan 然后嘛 因为这两个是单位向量 依照我们坐标转换的关 我们已经证明它是一个张量了 所以它符合这个坐标转换的方式 所以EP Plan 我们可以把它选成 浪达PI乘上Ei OK 然后DOT EQ Plan 让EQ Plan 浪达Q阶乘上E阶 你们看还是一样 这个阶 就跟转换前的下标一样 这个Q呢 跟转换后的下标 是一样的 OK 然后 那剩下的 这边就成了 浪达PI 浪达Q阶 然后 EP DOT EQ 就等于DOT PQ EI DOT EJ 就等于DOT IJ 所以最后 就等于DOT IJ 所以最后呢 就证明了 DOT PQ Plan 等于浪达的PI 乘上浪达Q阶 乘上E sub IJ 满足我们讲的 刚刚那个坐标转换 所以我们这边来讲 确定DOT 是一个二阶长量 类似的方式 我们不在这边重复描述 你们会自己看 我们也很容易可以证明 奥德伦丁辛勃 Epsilon 也满足这个坐标转换 所以奥德伦丁辛勃 也是一个张量 也算是一个三阶的张量 那像DOT 跟奥德伦丁辛勃 我们虽然搞它符合坐标转换 问题它转换后的值还是一样 原来是 原来是什么样子 它转换后还是一样 也就等于说是 不管在什么坐标系统 它的值不变 Δ11等于Δ11π等于1 Δ12等于Δ12π等于0 Epsilon Δ123等于Δ123π等于1 类似这个样子 也就等于说 这两种张量 它在虽然经过 它满足坐标转换方式 它转换后的结果 跟转换前的值 都是一样的 这一类的 我们把它是叫做 Isotropical 也就是等向性 一直说它没有方向性的 OK 我们把它叫做等向性张量 也就等于我不管坐标怎么转换 它的值不会变 一般的向量 硬力硬变等 它经过坐标转换以后 它的值会改变的 OK 那这边 这个我们就不在那边细讲 这个过程很单纯 你们可以看 这边呢 我们证明了Δ2ππ等于Δ2ππ 也就证明了 那个Chronic Delta 是一个Isotropical Tensor 同样的道理 我们也可以证明Δ也是一个Isotropical Tensor OK 这其实不要证明你们想也知道 就像我刚刚写在这边给各位看的 因为事实上 它的定义就跟坐标无关 所以这两个 那这个证明值 让各位稍微了解一下 这两个 我们把它叫做等向性张量 我们把它叫做等向性张量 那下面我们跟各位介绍一下张量的一些运算 而这个张量运算你们会看 它基本的观念 跟我们的在第前面四个小节讲的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 因为我们前面四个小节跟各位说的Index Rotation 事实上就是所谓的张量的符号 第一个我们看加法 也就等于讲的 同阶的张量互相相加 它就是等于同阶的张量 一阶张量加一阶张量等于一阶 二阶张量加二阶张量等于二阶 三阶加三阶等于三阶 但是要记住 我们讲过不同阶的张量不能相加 也就是说 你不能写成A的IJ加上B的IJ加上B的IJ 这个不同 抱歉我写太快 这是等于要写的 你不能写A的IJ加上B的IJK 这个是错的 因为我们已经讲过 被加号相隔的两个项 它没有指定的下标一定要一样 因为这个二阶 这三阶 但你可以写成这样子 这个就没有问题 因为这个没有指定的下标是一样 这个呢 它已经被指定了 没有影响 而且我们刚刚严格说起来 这个已经不叫三阶张量 这个只能算二阶的张量 这个只能算二阶的张量 因为它只有两个Unspecified的Index OK 只有两个 这个规则一模一样 不同阶的张量 反正你们本来就知道 一个项量不能够跟矩阵相加 那我们下面写说 这个不允许的 就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主要是一个被加号分隔 加号等号减号分隔的任何一个项 没有指定的下标 一定要一样 那如果是一个存量 存量乘上一个张量 那还是等于同阶的张量 因为存量乘上张量 不会改变张量的阶数 如果在某一个坐标系统里面 有一个张量的分量都等于零 那这个坐标 那当经过坐标转换以后 这个张量的各分量还是都是零 这个是很容易可以想得到的 因为依照张量转换的定义 遇到张量转换的定义 你如果原来在一个坐标系统上 它每一个分量这个都是零 那你不管这个值怎么转换 这有是零 这一乘起来永远都是等于 这永远都是会等于零 OK这个听这个是很trivial的 OK但是呢 这个跟我们等一下后面下面 这个概念 可是各位要本身要记住 对如果有两个张量的分量 在某一个坐标系统里面 是完全相等的话 那经过转换以后 如果有一个矩阵A等于矩阵B 在某一个坐标系统 那经过转换以后 这个矩阵A++ 还是会等于矩阵B++ 或者说是AIJ等于BIJ 那A的IJ++ 会等于B的IJ++ 这个也是非常的trivial 这个也是非常的trivial 可是这两个 代表了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这两个合起来代表什么 它代表了如果你有一个方程式 比如说我们在某一个坐标系统里面 举例来讲 推导出了一个方程式 这是一个方程式 我在这个坐标里面 推导出的这个方程式 就是经过坐标转换以后 这个方程式 基本上还是成立 也就是矩阵A加B 减C等于D 这个方程式是照 就是说这两个 这两段话 告诉各位的结论就是这个 如果我们在一个系 在一组坐标系统 就是说在一组坐标系统里面 推导出来的方程式 不会因为坐标的转换而变化 不会因为坐标的 不会因为坐标的转换而变化 然后这个第三个 如果在一组坐标系统里面 某一个张量 针对某两个下标是对称或反对称 经过坐标转换以后 它的对称性跟反对称性还是存在 还是一样 那下面 这个现在 我们像有的四十七个 让各位自己回去看了 这个有的我就不再细讲了 所以我们会知道 如果A的MN等于A的NM的话 那A的MN plus 也会等于A的MN plus 这只是证明给各位看 如果任何一个张量 对两个下标是对称或反对称的话 那针对其他的坐标系统 也就是说 经过转换以后 它的对称性或反对称性 不会变 好 那我们下面要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下面呢 来跟各位介绍一下 张量的乘法 记得我们前面 讲过 项量是张量的一种 但是项量有一个乘法 是比较特例的 就是close product 我们现在先跟各位介绍 这个general的张量的乘法 假设有两个张量 有两个张量 一个是A sub i 阶 一个是B的LM 一直到N 假定 反正这两个 如果一个是M M 阶的张量 一个是N 阶的张量 那这两个用这两个 就把这两个张量 直接乘在一起 那它形成一个新的张量C 而这个新的张量的阶数 就是变成M 阶加上N 阶 例如 这是你们一般 就是讲的 我可以把一个二阶的张量 跟一个三阶的张量 乘在一起 这最后等一个C的I 阶 L M N 这个是一个五阶的张量 这种乘法 就是把两个 不管同阶 还是不同阶的张量 它的分量直接摆在一起 就像我们这样按照顺序 这样子摆在一起 那这种 我们一般把它叫做 Alt Product 外积 这就是所谓张量的 我们把它叫做张量的外积 Alt Product 或者 我们有一个特殊的名词 叫做Diatic Product 例如 我们这边看的 Ai 阶乘上BKM 二阶乘二阶 等于C的I 阶 KM C的I 阶 KM 它是一个四阶的 或者是 Ai 乘上B阶 一阶乘上一阶 变成一个C的Sub I 阶 那在这边讲下去以前 我们给各位补充 我讲以上 还没有写的 张量 真正的表示方式 比如说这边有一个向量 我们一般用这个一行 A 可以写Ai Ei 这就是一个一阶张量的写法 Ai Ai 是叫做它的分量 这是我的单位向量 我也可以这样子写 这个向量的Sub I 这个就代表什么呢 向量A的Di 一个分量 这个就等于A Sub I 那如果是一个二阶张量呢 大家看好 自己抄一下 假如一个二阶张量T 我们可以在这边写两行 这是向量 但是我不是上面写两个G 我们这边就标两行 这就代表二阶张量 它是会等于什么 T的Sub I 阶 Ei 一阶 而这个二阶张量 所谓的I阶分量 就是等于T的I阶 例如 我们这样子说 你只记得 这是Geno的写法 这是一个二阶张量的代表 但是这个二阶张量 比如说它的第二三 第二三个分量 就是等于T二三 依此类推 如果有一个三阶张量呢 就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刚刚讲的YG 等一下你们就看到 我们这边先写 比如说 A跟T的YG 我们就写成A 乘上 记得它是一个特殊的符号 是一个X 外面加一个圈 所以 这个 就是等于AI T的JK 它应该是这样子 我们把它选慢一点好了 也就是代表 就是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这些都是十数 然后这些都是十数 对十数来讲 这个乘法就是乘 所以把这两组绳 十数乘在一起 那后面这些呢 就造超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所谓的YG 就是这样子 是蛮单纯的 只有一件事 各位要注意 如果是向量 这个 dáА 这两个是不同的 这个就是向量的 A x B 照我们前面讲 A x B 的写法 这个是 A diaktic B 就是 AI Bx 出来的分量就是 AI Bx 然后是 mi p 2 也就是 这样子说好了 最大的差异 这个出来还是一个项量 是一阶张量 这个代表的是一个二阶张量 那我们下面举了一堆例子 各位自己可以看 我们刚刚写的主要就下面这一个 OK 我们这边再加上一个diadict 那像这个也是一样 这就也是A乘上B 只是我没有漏掉符号 可是这是比较正确的写法 这是比较正确的写法 也就是我们刚刚上 这个就是我们一般所谓外籍的写法 我们用的称号 我在讲是一个X加一个圈 这个不管几阶乘几阶都一样 反正他们接触就是相加 这是一种乘法 张量的乘法有三种 第一种就是一个十数乘上张量 那没有什么 这个外积是第二种 第三种是什么呢 我们把两个张量合在一起 然后把这两个张量中间的各一个下标 写成一样 写成一样 也就是说我先做Dyadictor 这是第三种乘法的写法 因为我讲义是当初弄到 我们现在这边直接讲 假定我先考虑 A Dyadictor 我用两 我现在是两个二阶张量 两个二阶张量 乘在一起 然后它会等于我的Ai阶 BMN 然后Ai阶BMN 然后Ei E阶 EM EN 等等 然后我们做了一个什么动作 我把这两个 这两个符号的某一组下标 让它变得一样 比如说我把J跟M变得一样 所以这个会变成的A的I A的I M B的MJ 你们知道我们讲过 这个变成一样 就是代表Summation 这个变成一样 就代表Summation 而那当我把这两个变成一样的时候 也就代表什么呢 这边是Ei 但是呢 这边呢 我们把它变成了 EJ.E 是变成一个DOT的味道 EJ.EM 也就等于是 或者我们应该是这样子想 抱歉我换一个讲法 可能更明确 本来YG是这个样子 那我现在 如果我写的是这个 这个就变成了 所谓的是DOT 这个是一个 这个我们叫做类基 这个是DOT的写法 相等于 依照我刚刚的写法 我们先写完再跟各位说明 我先写完 好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各位看我们现在这样子 我们刚说的外积A代替B 结果是类似这个样子 A I J B M N什么 反过来讲 如果我写的类积我们用dotA dotB的意思就是 原来我的A我们写成A的I J E I E J dotB的L M E M E L E Sub M 那如果是dot还是一样 不管是dot还待这个 这个时数都是等于相乘 我搬过来这边变成I A J B L M 然后这边变成 因为我是dot写在这 所以第一个EI造超 最后一个E M造超 但中间的E J dot就变成是E J dot E L 而E J dot E L就变成DETA L M DETA的J L 变成DETA J L的时候 我就可以把这边的J换成L 所以最后变成A I L乘上B的L M 然后只剩下这两个 E sub L E sub M 我们是一个二阶 DOT二阶最后变成了一个二阶 等于是减掉两个 因为是照这个形式 它应该是四阶 可是变成DOT减掉两个 就变成这个 而这个动作也就是 就相等于是把我这个原来外基的 中间的这两个符号变成一样 这种动作我们叫做contraction 可是这种contraction的意义 就是我们这边想的 就是所谓的内基 一个DOT product的意思 我们把它叫做contraction 这个各位可能抄在旁边 回去看了更容易了解 这就是我们讲的contraction 而记得这个时候L相等 所以出现两次 所以这个就等L等一加L等二 加L等一三 真正的正式名词 我们叫做contraction 我来强调 所谓的contraction 指的就是把一个外基的 某两个下标变成一样 把一个外基的某两个下标变成一样 而它真正的意思 等于是DOT product 你们本身就像我们现在讲的 你们看到的 我把这个A 就是我的所谓的 这边的这个的B 等于是A的某两个下标变成一样 都变成M 这种动作 我们是把它叫做所谓的contraction 一种收缩 本身所谓的contraction 那今天的话我们来看 你们再看荧幕上 第一行 如果我 而每做一次contraction 我的阶数 张量的阶数会减二 例如第一个 我本来是AI阶 这是一个二阶张量 我把I跟阶相等 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常数 AII就等于一个时数 等于一个scalar 变成B B是存量是没有阶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 从N等于2 AI阶 从这个二阶的 变成了一个零阶的 所以是N-2 而你们仔细想想 这是一种 OK 变成AII 这个代表什么 依照我刚刚写的 我们给各位看 如果我现在考虑一个向量 向量A 所以我如果向量A Dedict向量A 这个等于 这个等于 记得 这个不是cross plot 这不就是等于 我刚刚写的 AI EI 大家这个 Code A sub j E sub j 记得 我这边已经两个I了 你这边不能再用I 所以结论 就是AIAJ 的EI EJ 那AIAJ 你可以用一个符号 变成大的AIJ 一样的意思 那反过来讲 如果我不用了 Dedict product 我是A A dot A A dot A 这个不就是会变成一个 所谓的类似 那个 AI 乘上AI 那不就等A1平方 加A2比较 A3平方 如果你把这个用大写的 AI Dedict的话 就像我们现在写的类似 所以这些contraction 哪怕是只有一个下标的符号 contraction 都类似一个Dedict product 都类似一个Dot product 那下面这个呢 两个的话 我们就看得会更清楚 像我们这个 像就有两个张量 一个是二阶的AI阶 另外一个是BI阶 那我们这两个 这我们刚才写的 这两个 我先把它做Ded外基 所以变成是 如果说这样外基的话 就变成是AI阶 乘上B的KM AI阶乘上B的KM 然后如果 我把这个的阶 跟这个KM 写成一样化 变成AIK B的KM 这个就是contraction 我把这个K 那个阶 跟这个K 合在一起 所以本来 这两个都是二阶的 因为是外基 变成四阶 做一个contraction 变成二阶 而这个动作 就相等于 我是把这个张量A DOT 张量B 得到的就是这个结果 我们刚才已经写给各位看了 我不在这边再写一次 你们自己可以 在这一行的下面 在这一行的下面 自己注明 这个就等于 A DOT B A.B 的I M分量 也就是等于 A的I K B的K M 等于I K B BK M 那有几个 那下面这个 就是我们刚刚说 本身 只有DOT 的符号 本身来写的 第一个 我们看 我们这边说是 A.I.J B.K 这我们讲的 第一个 这个A.I.J B.K 的这个值 就是等于 一个二阶的张量 DOT 一个一阶张量 项量B 的I J K Components 这我们刚刚说的 而这个的写法 我们也可以把它写成 是一个二阶张量A DOT 的一阶张量B 或是等于 A.I.J E.I.E.J DOT 的BK EK 然后我们讲的 把存量 这个常数 这个时数 都搬过来 后面就 EI EJ EK 造超 这是我们刚刚说的 我们只是把 刚刚在前面已经先讲了 这个就是所谓的 本身 它的存法 那如果 是有发生 contraction的话 例如 你们这边看的 这个是 一个张量 二阶的张量 DOT 这个是向量 那我们这边写的是 A.I.J B A.I.J B.J K 所以 就是我们讲的 这 A.I.J B.J K 就等于 二阶张量A DOT 二阶张量B 它的 Icon Components 那真正要写的详细一点 我们就写的 A.B 等于 括号 先写A A就是等于 A的IJ EI EJ DOT 再写B B就是等于我们的 MK 乘上 EMEK 然后还是要 把这个存料 搬过来 中间就变成 EJ DOT EK 因为EJ DOT EK 就可以把这边 把这边的J 换成K 把这边的J 换成K 然后最后 就会得到 或是把这边的K 换成J 所以会得到 M换成J 抱歉老师讲昏头了 然后等于 AIJ BJK EI EK 也就等于讲的 这边是EJ DOT 我的E sub M 然后就可以把我们 这边的M换成J 得到最后的结果 对不起老师 刚刚这边有点反光 看不清楚 有点讲错 可是基本上 你们这上面 看得很明白 那这个就是 Contr 也就等于 我再强调一下 Contraction 就相等于DOT 那这下面 只让各位 再做一个参考 我们刚刚讲的 这是典型的矩阵乘法 矩阵A乘上矩阵B 的结果 AIJ BJK 那反过来讲 如果我们写的这边是 AIJ乘上BKJ的话呢 那是一样 因为不要忘了 上面的这个值 是等于我们说是 二阶张量 这个意义不一样 这顺便说一下 这是DOT 但是如果纯粹 只想成举字的话 它有另外的意思 左边这个 就是等于二阶张量 DOT 二阶张量 二阶张量 它的IK分量 但是这个也就等于是 矩阵A乘上矩阵B 的IK分量 这两个是一样的意思 这两个是一样的意思 那我们荧幕上 最后一行 这个写的是这样子 是AIJ BKJ 所以这个 依照我们看 它是等于 这个二阶张量 DOT 它的存在POSE 的IK component 也就是等于 矩阵A乘上 矩阵B的 IK component 这个意思是一样的 所以 对二阶的东西来讲 我们现在讲的 存在的二阶 如果是二阶张量 DOT 二阶张量 其实就相等于 矩阵的相乘 只是不见局 本质相乘 有时候是乘上 它的存在POSE 看你这个旁边的量 是等于什么 可是二阶张量 乘上 那个DOT 那个向量 那就不一定了 OK 二阶张量 DOT向量 或者什么话 不见得一定是 你要看看 它是怎么摆 或者像DOT 那个不一定 那二阶张量 DOT 三阶张量 那就跟矩阵的 惩罚是完全无关 跟举阵的惩罚 是完全 跟举阵惩罚 完全无关 我们这样的跟各位说 还是分清楚一下好了 好 这是举阵的 举阵乘上 举阵的DOT 反过来说 这相等于这是一个二阶乘上一阶 然后 然后这等于是DOT 所以 这个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这个等于是 二阶的矩阵 DOT 一阶的向量 它的I分量 这等于是二阶的张量 DOT 一阶 一阶的张量 它的I分量 OK 但是 这个是不是等于 会不会等于这个 如果这样子写 对的 AI接 如果你把这个B 当作是一个 航矩阵 那 它就是等于矩阵A 乘上航矩阵B 如果你把这个当作是个列矩阵 它就不一样 而且 你们要注意 因为你们会觉得 因为这个不等 这个等于好像很合理 这个不等于也很合理 因为一个三乘三的 不能跟一个一乘三的乘 但你们不要忘了 如果这个一乘三的列矩阵 可以乘上这个三乘三的矩阵 到时候还是会变成一个航矩阵 这个在矩阵 乘法是合理 但是记得 这个看起来好像 我只把这两个互换 但是要注意 这个不等于这一个 这个会等于 这一个是等于这一个 你们不要以为我说我把A跟B 好像对调 这个对调不是那么单纯的 下面这个会等于这一个 你们自己回去算一算就知道 所以二阶的张量 DOT二阶的张量 你们可以把它想成是矩阵的乘法 注意荧幕上的这两个例子 只是不是一定不一定自己成是 有时候会呈上我的反制矩阵 会呈上我的反制矩阵 OK 但是如果是二阶张量 DOT一阶张量 它不一定会等于矩阵 也许会等于矩阵的某个阵 但是是谁乘以谁要弄清楚 那至于一阶张量 DOT一阶张量 那跟那个 你们向量所学到的是一样 这个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 这两个是不相等的 张量 一阶张量 DOT一阶张量的结果 就跟向量DOT 向量的结果是一模一样 但是Dietic Product 在一阶 也就在向量部分 等于向量自己 有两种类似的外积 一个是Dietic Product 一个是A x B 这两个最大的差异就 一个是向量 一个出来是二阶张量 这些各位就要先分清楚 那我们再强调 向量是一阶张量 很多物理量用矩阵形式存在的 也就等于是个二阶张量 因为二阶张量就是类似一个矩阵 所以二阶张量的某些运算 会跟矩阵的乘法会有它的关系 会有它的类似的关系 但是不同阶的张量的外积 那就我们以前就都没学过了 除了一阶张 外积的话就都没学过 那是一个特殊的 这个Dietic就是一个叉叉加量圈 这是个特殊的乘法 不同阶的张量的乘法 比如说一阶就是Dietic的二阶 也跟矩阵的乘法无关 内积会跟我们所知道有点关系 外积事实上 是完全 没有关系的 好 下面我们跟各位介绍 抱歉 所谓向量的处法 它这两个 它的意思是 我们先给各位解释 一般来讲 我们刚才前面谈的都惩罚 抱歉 因为我们刚刚第二堂上课比较晚 我们现在不下课了 要上洗手间同学自己去 我们一般来讲 如果我们说 这是一个实数 A跟B是一个实数 所以我们知道 实数除以实数 等于的C 一定是实数 这是实数的乘法 这是我们知道的 那它现在呢 你们一模仿然看到这段意思 它现在是这个样子 它现在是反过来 主要问题是 向量也好 举证也好 反正张量不能真正相除的 我们讲过 向量不能处以向量 举证不能处以举证 那它现在 那它先在这个上面 它这边讲的意思是 如果我现在有一个物理量 有九个实数 AI阶 我不知道 这个物理量是不是张量 我不知道 这个物理量 也就是我还没有办法证明 这个物理量满足 那个转换的公式 但是我知道 如果我把这个 但是我知道 这个BI阶呢 是一个张量 是一个二阶张量 然后我们知道 如果针对任何一组 这个BI阶的物理量 任何的一组值 它这乘起来都是等于一个常数 那 等于一个常数 那我们就说 这个可以是一个张量 那这句话的意思 实际上 告诉各位就是 如果有一个未知的物理量 跟一个已知的张量 运算在一起的结果 还是张量的话 这个物理量 就可以叫做张量 同样的 这个是一种累积的形式 下面 这一段 是 类似的 OK OK 也是一样 如果有一个未知的物理量 跟一个向量运算在一起 等于向量的话 这个未知的物理量 我们就可以把它叫做张量 这只是写在那边 给各位当做一个完整 基本上 这两个意思就是 我们把这两个 叫做像 叫做张量的除法 为什么要 因为这是我刚才讲的 跟数字相处类似 只是因为我不能相处 我用成的来说 有一个物理量 跟一个张量运算在一起 会等于张量 那我们就说 这个物理量叫张量 这个就跟我们刚刚讲的 有一个未知的值 跟时数乘在一起 等于一个时数的话 这一个 也叫做时数 那这个就可以写成 C等于B除A 我们只把一个除法的模式 用成法的模式来说明 所以这两个 我们叫做除法 但是这个对各位来讲 知道一下就好 实际作用上意义不大 因为基本上 针对任何一个未知的物理量 我们通常都是用证明 它满足那个 transformation的规则 来证明它是张量 而很少用这两个 OK 各位知道一下就好 然后下面的最后一个 如果一个张量 对坐标偏为分 得到的结果 就是一个加一 偏为分一次 变成一个N加一阶的张量 举例来说 刚刚前面的两个 是可以证明了 但我们不说了 如果有一个二阶张量 A的I阶 那我们这个B的I阶K 等于A的I阶 对XK的微分 假定有一个物理量 是某一个二阶的张量 对坐标的微分 所得到的话 这个就是三阶张量 这个就叫三阶张量 如果微分两次 对XLXM分别微分 这得出来的BI阶 就是一个四阶张量 偏微分几次 就是几阶的张量 注意啊 我们讲的是 对坐标微分 如果有个二阶张量 A stop I阶 对时间微分 出来是几阶张量 还是二阶 它不会加一的 因为时间不在 我们这个张量的 投论之内 任何一个张量 不管几阶 对时间的微分 出来还是等于 同阶的张量 可是如果是 对坐标的偏微分 因为坐标才会偏微分 它有XY3 坐标的偏微分 偏微分几次 你张量就会变成几阶 告诉各位 这是你们今天的 第一个作业 证明这个偏微分 证明这个偏微分 是一个张量 是一个N加1阶的张量 也就是你们要证明的 就是下面这一行 但是我们这边先写 不要证明这个gen 你们今天的这个作业 你们只要证明一个就好 证明一阶的就好 假设有一个向量 就一阶的张量 是A sub i 你们证明 Ai对X阶的微分 这是个二阶张量 也就是这个等于浪达 你们今天的作业 就证明这个 一阶就好 不要证明那个 太多的 一个一阶的张量 对坐标的偏微分 一次偏微分 就会变成一个二阶张量 大家抄一下 今天的作业 就是证明这一行 等号的左边 等于等号的右边 练习一下 那另外一个符号的写法 我们这边跟各位说明一下 在工程上 一个小点就是一次微分 两个小点就是两次微分 依此类推 这是一个 那如果是对坐标 那如果是对坐标常微分 就是F只是Function of X 我们F对X的微分 我们通常会写成F plus 记得这是对坐标 记得这是对坐标 采取F plus 时间点的是点 我们会写F double plus 这是常微分的写法 你们一幕上看到 就是偏微分 如果这个F是对X偏微分 我们在F下面打一个卡码 写一个X 如果F对X一次偏微分 我们会用这个函数下标 CommaX XY的微分就CommaXY X两次微分就CommaXX 类似这样子 那在张量里面呢 我们这个Comma下面的XY 就会换成123 所以如果我写F,1 代表就是F对X1的偏微分 这是一个 这不是我发明的 这是工程上一个惯用写法 这是工程上的惯用写法 OK 那今天的作业只有一个 就是证明这一个 好 那有关这个的张量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 OK 张量的定义 张量的加法 张量的两种乘法 而且偏微分 也是一个张量 你们回去要证的 那最后呢 有关张量 我们这边看 这张量里面那个叫做 这个Principal of Invariance 就是一个 那个不变性的一个原理 它的意思指的就是 如果你在某一个 坐标系统 得到了一组张量的关系 这个就是我们学 张量的第二个主要目的 你在一个坐标系统 得到某一个张量的关系 那这个关系 在任何坐标系统都成立 包括你在直角坐标里面的 原柱坐标里面 都是一样 我们先举个简单的 下一节 我们再给我讲一个 复杂一点 比如说我们这边 有一个方程式 你们这边看 我们写的是 AIJ BJK 加上CK等于0 这是一个方程式 这是一种分量的写法 那这个分量的写法呢 我们把它写成 张量的符号的写法 也就我们刚刚讲的 AIJ BJK 就是等于矩阵A 豆腾矩阵B 就是二阶张量 豆腾二阶张量B 的K分量 然后再加上 这个向量 那个 二阶张量的IK分量 二阶张量2K分量 所以第一个 我们推导出来的 AIJ BJK 加上C的IK等于0 这是直角坐标 假定直角坐标系统 推导出来 然后我们写成 张量的分量的形式 就是二阶张量 豆腾二阶张量B 的IK分量 等于二阶张量C的IK分量 那当然也就是 跳快一点 也就是代表 这个 这个就我们讲的分量写法 这个我们就说叫张量写法 因此这个也就代表 二阶张量A DOT二阶张量B 加上二阶张量C 等于0 那如果这个在直角坐标 是成立的 那 这个方程式 在任何坐标系统都成立 在原柱坐标系统 也成立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坐标 学张量 坐标转换的原因 如果我们用的都是直角坐标 那这个没有问题 如果也都是 这种矩阵相乘 没有问题 我们的问题是出站 如果你推导的方式 不是只是矩阵相乘而已 而是有偏微分怎么办 你们就知道 直角坐标 对X1的偏微分 跟圆柱坐标里面 对R的偏微分 不是完全一样的意思 那 那就是我们下一个小节 这一章最后 要跟各位谈到的 这边只是先给各位软软身 只是告诉各位 如果 你在某一个坐标系统 推导出 这个张量分量 这是我们会推导出来的结果 那从这边 我们可以引申出 这个张量的写法 然后 这个方程式 在任何坐标系统 都会成立 都会成立